歡迎收看立法會直擊,我是胡凱文 今天立法會的焦點就是在於剛剛完結的公務事務委員會裏面 公務小組委員會裏面就是講政府申請撥款去擴建3個堆填區 剛剛那個會議裏面開到過時 我們今早就請來了民建聯的主席譚耀宗講講你的意見 譚Sir早晨,其實民建聯都在公務委員會裏面就起一個非常大的狀況 因為你們就反對了這個張君澳堆填區的撥款申請 所以然後政府都已經撤回了 其實講回張君澳的問題你們這麼反對在哪裏呢 其實張君澳堆填區一直都很多居民在投訴 就認為它臭味的問題 民建聯呢其實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呢 我們張君澳西貢支部已經向政府提了一系列的改善措施 很可惜這些措施都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 在這個時候政府要求擴大堆填區呢 我們民建聯都是一直有保留的 但是政府告訴我們那個急迫性在這裏 也都公開作出一些承諾怎樣去改善 包括明顯改善的地方就說 將它轉為不是家居垃圾了 是 修改的法例轉為建築的廢料 建築廢的垃圾是沒有用的 另外呢政府撥錢出來 就幫助那些私營的垃圾收集商 去改那些垃圾車 改為蜜斗 然後呢就再 做一個承載的器呢 就裝了那些臭水這樣 那這些來說呢我們相信都是有效果的 如果加強的監管都是有效果的 但是呢 區裏面的居民是不放心的 覺得長時間他答應了都沒有做得好的 所以我們呢 最後昨晚黑我們民建聯中央委員會呢 最後反覆研究決定就是要求 因為我們明白擴大堆填區 是有一個急迫性在這裏 如果 如果張軍澳如果你說不能夠擴大的時候呢 他兩年後就敷了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覺得 但是我們要明白 市民當區居民 對於一些臭氣的問題 大家的意見很大 所以我們的結論呢就說 要求政府盡快 那些改善的措施要上馬 要先做好這些 然後呢才去考慮那個擴建 將軍澳的堆填區 其實政府都答應了一系列的補償的措施 例如他都說 每天我會洗10次環保大道 也都會做好一些的 譬如擴建工程 把道路整闊一些 其實你們覺得都還沒有夠嗎 這些措施我們覺得早就應該做了 但是呢 它真的落實得不好 所以 落實得不好的居民這麼大的意見 居民都沒有信心了 如果你又拿了錢擴建的時候 你根本也不會做了 所以我們就說 不如這樣吧 反過來 你先儘快落實了這些改善措施 解決了臭命問題 那我們就支持你了 解決了臭命問題 但其實始終香港這麼多人 其實住屋都已經很大 所以你就知道多少人在這裏 那一定會有個垃圾問題的了 那其實難道區區都有堆填區嗎 那始終我們都有地方去擺這個垃圾的 這一點我們同意的 因為我們明白 因為我們每天 那個垃圾的量 是很厲害的 1200噸 那現時來說 其實分三個地方擺 都是在新界 一個就是將軍澳堆填區 另外一個屯門堆填區 另外一個北區的 那這三個地方 那政府那些數字顯示 它很強調說 兩至六年全部敷了 那如果現在不做好準備的話 到時怎麼辦呢 那譬如焚燒這個問題 也是想做的 但是選紙也是有爭議的 而且呢 選那個紙呢 是在海上填了海 再建一個焚化爐的話 起碼都要八年的時間 那這些我們全部都明白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有那些在運輸管理 這些垃圾的過程裏面 做得不好 這個令到我們是很不滿的 所以我們要 這次就給壓力政府 你先要解決了這些問題 解決了臭命問題 我們先去支持 那居民呢 才放心 有沒有說你要給多長時間 政府要做好 有成果 他盡快 他盡快 他做好解決得到就可以了 現在政府就答應 我想起碼可能都要一年的時間 但是如果他積極去做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 希望早日能夠消除那些臭味 嗯 然後再去思考鑑建的問題 是的 剛才你又提到一個 另一個方法 就是這個焚燒那個垃圾 其實現在這個焚化爐那個 都進入了一個司法覆核程序 所以呢 黃錦昇 黃錦局局長 經常說 哎呀 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才有一個迫切性 在這個擴建堆填區 你自己又怎樣看 其實長遠來講 是不是要起一個焚化爐 才可以解決到香港那個問題 是 我相信焚化爐都要做的 但是焚化爐呢 都處理不完 我剛才所說 一千兩百噸的垃圾 焚化爐極其量 可能只是解決了三分之一 嗯嗯嗯 除非我們蓋多一點的焚化爐 但是蓋焚化爐的選址 也都不容易的 因為大家呢 很多區的居民都說 喂 知道有什麼需要 但是最好不在我們區 它始終是有一個擔心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日子 政府一定要做好的宣傳 解釋給市民聽 我們無論堆填好 或者是用焚化方式 有什麼利弊 告訴大家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要大力宣傳 希望大家都減少那個廢物 減少垃圾 你減少的時候呢 堆填區就沒有那麼快門了 減少的時候 那你就不用找多焚化爐來燒垃圾 沒錯沒錯 但是也想問回 焚化爐的選址 現在都是說希望在屯門的 那你就是這個新界西的議員 那你怎樣去說服屯門的居民 說去接受一個焚化爐呢 是啊 屯門區居民 對於又擺焚化爐在他們 他們是很大反應的 因為他們的感受就說 就好像什麼壞東西都擺在屯門 都擺在屯門 當然無疑屯門在新界裏面 有較多的土地 但是他們覺得 沒有什麼壞東西都擺在那裏 好東西不給我們 所以他們其實都提出很多 要改善屯門的設施 服務那些東西的 譬如鐵路的問題 怎樣做好鐵路的網絡 那些東西 他們都提出很多意見的 他們認為好東西不給我 只是壞東西給我們 所以他們有抗拒 現在其實屯門還有一個危機 因為自從這個 將軍澳堆填區的 那個部份申請撤回之後 其實屯門的居民 立刻就擔心 哇 會不會那個波 踢了去我們屯門居民那裏 那其實你又怎樣看呢 屯門其實政府都希望 在部份申請 擴建這個屯門堆填區 是啊 這次屯門 都是其中一個 擴建堆填區的地方來的 但是這次他來立法會拿錢 就不是說立刻去擴建堆填區 他才是做一些 前期的一些研究 然後才會來立法會 提出那個撥款的 起碼這件事都要搞兩年了 我們雖然民建聯都同意 暫時撥錢給他做這個前期研究 但是來說 他一定要做好一些改善的事情 還有那個規劃 我們都要提出疑問 就說 喂 用不用真的這麼大 用不用搞到堆填區的日子這麼長 另外呢 我們覺得那個 是不是要在區裏面多些聽意見 多些和市民解釋 包括去到中小學去來介紹 就是宣傳 解釋 諮詢 還有有關的改善措施要做好一些 比如說 那些垃圾車 可不可以找一些其他的路 進去堆填區呢 可不可以經過多一些 從水路那裏轉進去呢 送進去呢 還有那些垃圾車 怎樣全部要強烈要求呢 都要密斗 密封 不要有些滲漏出來 有些味道走出來 還有交通那方面怎樣去解決 那這些在在來說呢 我們都會要求 政府在未來兩年裏面 要做好這些事情 告訴我們 我們才會考慮去支持 等這個就算屯門要確建堆填區 我都要確保和中國一樣 沒有臭味 不會有這個衛生問題 那說到除了屯門 將軍澳還有一個龍骨灘的堆填區 其實這個呢 就是屯門那個就等於龍骨灘那裏的 那個位置來的 那這個當然龍骨灘村的居民 都會有一個反應 就是覺得他們是比較接近 我們都要求政府要加強那個 剛才所說的那些環境 衛生那些管理 那些氣味那些那樣 那另外那個是北區的 北區這個比較 比民居 略維園那些 它是打鼓嶺那裏 但是我們當區的區議員都強調 就是說 就算他要承擔了那個堆填區 要進一步擴大 但是對於我們整個北區 那個環境改善 怎樣增加那些服務設施 那裏政府其實應該要 給一些補償他們的 明白 因為沒有理由他們 要揹上那些垃圾的堆填 但是其他區裏面的環境 如果他們 如果不得到相應的關心或者增加 我想他們的意見都是很大的 是的 最後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你提到 就算真的長遠來講 建一個焚化爐 都只是處理到香港三分之一的垃圾 其實可能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就是源頭減費或者分類垃圾的收費 你自己怎麼看 現在政府其實都推進一些 按量收費的措施 我相信 驚慈一役之後 都有一個好處 大家變成明白了 現在香港面對這麼多垃圾 擴大堆填區 當區的居民也會有意見 所以我們要一個積極的 要考慮 譬如那個 源頭減費 垃圾的分類 垃圾的徵費 增費 墳化爐這些 這些在在來講 可能會蓄勢到社會 大家都要正視 不是全部一美反對 你知不支持這個垃圾的徵費 這個我們明白到時可能都有爭議 但是如果徵費是一個比較合情合理 目的不是政府想掠水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加強警覺性 減少垃圾 其實具爭議性的事情是最談的 我們希望繼續留在立法會這裡 聽聽大家的意見 暫時的時間先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